昨天我們那個新聞裡面獨家爆料 有一個隨身碟 上面有一個Excel的檔案 這個公布了柯文哲的神秘帳戶 這麼攸關重要的東西 柯文哲他怎麼沒有想到要把他丟掉 反而成為現在檢方辦案的陳昂證供 因為他那一天可能很慌張 因為早上六點多檢調就去敲門了 他可能沒有預料到說 真的這一天會來 所以他很慌張 他不是隨時準備了嗎 是他檢調敲門的前兩三個禮拜 他就有說 門一開以為是剪掉 他有心理準備了不是嗎 他那一天應該把他整個這樣 看他吞到肚子裡面還是丟到馬桶 趕快衝掉嘛對不對 用腳踩一踩 用腳踩一踩可能還會留著 因為用咖啡潑也是沒有辦法壞掉 沒有辦法壞掉 你要補充是不是 我另外一解讀 我不統統解讀 我今天突然想到他的心思了 裡面不只有柯文哲收了錢的名字 我們都在講說柯文哲一千五百萬 那如果有其他人呢 他給了誰呢 你說柯給別人 或者是從哪一個 我們昨天小馬有說 有某個政治人物給他 對啊 或者是他給某個政治人物 不要忘了 那個陳水扁的女兒曾說 一句經典名言 誰沒有收過我爸爸的錢 問題是柯文哲他有 這是陳水扁講的啦 問題是柯文哲他有在給人家錢的嗎 柯文哲留這個證據 留這個證據 他已經知道他的案子 已經沒辦法有所謂的解決方式的時候 他必須留這個證據 你們這些政治人物都必須來捍衛我 我不相信 這是另外一種解讀 我不相信他錢的那個撒多少出去 陳水扁要當老大 雖然他是會幫人家募證 柯文哲有幫人家募證是現金嗎 他的個性跟當然跟陳水扁不一樣 陳水扁是一個很霸氣 而且他當過市長當過總統 那因為他現在這個ECL被爆出來的時候 你看他那個登錄的時間點是2022年11月 因為11月剛好是當年度 縣市長跟議員都已經要選舉的狀況之下 剛剛易三哥的意思是說 那你今天因為他上面都有寫金手人是誰 他收了哪些錢包含省慶小省1500 再來有這個財團 然後還有昨天有爆出來的政治人物 科技界大佬 科技界大佬 政治人物 那現在金額超過100 那以柯文哲來說 他除了收了 假設收了省慶慶那1500以外 其他的人 他現在也刷在等 有在那個ECL裡面的 你說檢調不會去問那些人說 第一個 你這些對象 這些財團啊 什麼科技啊 你們今天跟臺北市府 有沒有什麼案子 是需要臺北市政府處理的 如果有 那有沒有對價關係 而且那個時候不是柯文哲在選舉呢 你不能收錢啊 那為什麼你們要去捐錢給柯文哲 2022年的時候 對 對不對 市長跟市議員 要選舉了嘛 好 那如果假設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易善哥講的 你柯文哲你今天在ECL 你收了這些錢 我舉例啦 你今天可能總共收了一億好了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 因為你說你是黨主席 你要幫這些要選舉的人募款的 結果呢 你收了錢之後 哇咧沒有給這些人 萬一他們都沒有拿到錢 可是易善兄說 他會給人家錢 他會給人家頭內嗎 或者是有紀錄有誰 其他人有拿到 那如果假設 我沒有講誰 假設其他的人有拿到 那如果那個是要選舉的人 就是一樣是 比如說 省慶金一千五 金手仁就是關鍵嘛 金手仁我給 那上面有寫 金手仁一千五 柯文哲嘛 省慶金小沈嘛 那個金手仁是誰 就很關鍵嘛 因為金手仁 講白點金手仁就可以東嘛 對 好 我在 這種錢還可以東 有啊 當然可以 只給人家五十啊 不然我幹嘛幫你寫 讓你寫上金手仁 金手仁 你也要抽啊 水錢啊 要經過他的手啊 所以叫金手仁啊 那我現在講說 好 如果假設一個狀況是 那些人沒有拿到 他可以就出來講說 沒有 我都沒拿到 第二個 他有拿到 如果那個要選舉的人有拿到 好 那你如果沒有在你的 政治現金的專戶裡面 去做申報的話 那你說這些人要不要出事 他絕對出事的嘛 所以我說這些人為什麼 現在都剩在等了 那再來 所以這個Excel黨不是說 給錢的人煩惱而已 拿錢的也很煩惱啊 可是我就是很懷疑 柯文哲怎麼可能把錢分給別人 我不相信他會把錢分給別人啊 這個要看他們最後 民眾黨提名的人都還要自己 花錢買麵紙 花錢買菜瓜布了 怎麼可能他給人家撿 立委不會上 但是議員就不一定 對啦 因為他其實是 比如說像黃靜雲這樣的學姊 幫他開張拓子 我們沒有講誰 他可能會給一些 不是說舉例啦 舉例啦 不知道他有沒有拿到啦 多減就對了 他如果是說 因為那個時間已經十一月了 我們十一月底就投票了 所以是非常接近選舉的時候 所以他去拿了這些錢 那一種就像我剛剛說一種可能是他根本沒有給人家 全部都吞了 另外一種就是那些人有拿到錢的 那他你說他們這些人現在投票了 接下來可能就檢調單位 一定找他們去問的啊 因為他還會去對比 如果只為政治現金法是還好啊 還有啊 對 如果他是政治現金 他來源不明啊 你的財產來源不明也是一個啊 對 一樣的問題啊 所以是環環相扣 那再來就是說 所以這就是他不能 他這個USB這個隨身碟對他來說 雖然是致命的 但是也是保命啊 對 所以他才不能丟 他要去看說 那如果今天檢調問他的時候 他一直在三對話了 就是沒有去丟那個USB 或許也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把他丟到馬桶裡面沖掉 他可以去解釋說 那你這些錢到底跑去哪裡 如果他說真的有給出去 是對方沒有申報 那就是其他他這些下線的問題了 好 那再來就是講到說 因為有人在講說他那一天寫小省1500 結果你看這個公文 其實我早在今年的五月吧 我就已經跟市政府調了 那你看柯文哲自己當時在選市長的時候 他不是弄了一個什麼廉政規範嗎 當時你應該有參與到 都一三個 結果這個裡面 柯文哲自己完全沒有登錄過 他跟財團見面 飲酒 飲宴相關 連吃飯他都沒有登錄 那個他自己登錄寫個四豆號 然後省 對 他就說過了 我上廁所也要登錄嗎 那就是這樣嗎 所以他去 逃出飲員可以不用登錄 跟小省見面都不用登錄 其他的人都要登錄 只有他柯文哲柯黃可以不用登錄 那顯見他講的根本就是都假的 胡扯八道 他一定戒酒 他要人間蒸發 人間蒸發 黃福星也找不到他 關心他的安危 黃福星的將軍 我也找不到他 我也有他的LINE 那他完全都找不到 他的找到好朋友找他 也都找不到 一位宮廟的主委在萬華 都找不到 躲起來 然後三個角色是很重要的 一個叫朱雅虎 一個叫吳順明 一個叫少秀佩 是 然後各司其子 然後少秀佩就是成先起後 然後因為他是正工程師 然後許阿雪躲起來 因為反對嘛 因為他上層黃錦帽 然後下面就是可以留直密 然後就是不管就是在開會的都委會的執行秘書這邊 還是在這個都發局這邊 他就是最關鍵的角色 在公公事上 這是少秀佩我講 那少秀佩我相信少秀佩一定在這個案子裡面幫很大很大的忙 一直向前推進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那叫做這吳順明 吳順明知道也很多 他就不招 這個人有骨氣 就收押了 所以你說豬雅虎 吳寶請回 這當中是不是吃無不言言無不禁 對 那吳順明是壓迫 吳順明很壞 這個市府是無法無天的 柯市府 吳順明帶著沈靜晶本人到開委會 對我會是很避嫌疑的 因為影響很大嘛 容積都是錢嘛 動輒百億 那我們都不可以關心個案 議員都進不來 也沒有人敢去 他竟然帶著沈靜晶去罵人 企圖提高這個容積 為了精華 第二 然後變本加烈的事 這個柯文哲不變出面 叫他的辦公室秘書 也去那些都委會的人 企圖 還有那些委員 企圖就提高 所以之前這個都委會的成員 都發局的這個基層們 為了這件事情要奉公守法 都被罵 罵完之後 現在柯文哲出事了 就說不只是邵秀佩要負責 都發局的人都要負責 而且同一批人 但有些升官了嘛 隔了幾年 他們說以前 他們對臺北市守法嘛 守徒有責 他覺得跟郝龍斌做事有光榮感 連392都不放 都很難到560嘛 然後最後到了840 而最重要是一 守徒有責 這是良心公務員 第二個是郝龍斌的時候做事 沒有任何的關注壓力 郝龍斌就挺在前面 而且不會坐牢 到巴士林 人人自為怕坐牢嘛 公務員 很危險嘛 好 然後那閒 看起來這個 這個吳順明 吳順明是領 這叫高級顧問 也很多錢 可是更厲害的是 朱雅虎 他一個月領四五十萬 他最重要的 最多錢的叫 鼎月嘛 公司 那你都很清楚 那個自由十萬 他有燈 說所有的這些公關費 一從中華工程的子公司 二從金華城的子公司 要頂月 散出去嘛 八爪 裝飲散出去 然後所以他 就是他掌控的 朱雅虎 當時他是頂月的 二零 二零 這個二零 二零二零一 他都是 他是大概一年前才離開了 再換一下這個 這個陳育坤 所以這個金流 他最清楚 朱雅虎 對 我覺得 所以這是因為有 約談了朱雅虎之後 發現這個金流當中 不只是流向尹小威 昨天討論的 松信區的議員 到底會不會 接下來變成 檢方偵辦的目標 應該這樣說 吳順明是管 因為他是有專業 副總公司 他學長 邵修沛 這些很多 他的學妹 所以他 我認為他是在 專業上增加容積的 法令的 那朱雅虎 可能是送錢的角色 比較清楚 然後這個松信區 那誰拿錢 誰不拿錢 就看 看朱雅虎 聽說帳策有 那看朱雅虎 怎麼跟檢察官講 這是關鍵吧 好 那朱雅虎 然後 幾乎是無保請回 被告無保請回 而且在高院 還是李玉 不讓記者拍到 從隱蔽的車道走 等等 我認為朱雅虎 能夠不押 他沒講 會像吳順明這樣押 我認為他講了一些事情 整個發展是這樣 那我也在這邊 也要 黃國昌這些人 你們是民眾黨結梁子了 不是 我是為阿伯 才跟他 好不好 這些人為了政治鬥爭 你跟黃沙山 都沒意見 但我是 我是支持本黨團 跟黃國昌合作 不要跟民眾黨合作 你不能挺個貪腐的主席 這樣弄 第二 你這樣逗阿伯出不來 我也有側隱執行 這案子當然我是 我去告的 五月二號 可是阿伯認錯協商 繳出犯罪所得 關個五年 我覺得夠了 就要阿伯關六年 他有認錯嗎 沒有嘛 那不認錯 關二三十年怎麼辦 那你這樣搞 那搞政治 不讓阿伯認罪協商 你要讓阿伯關二三十年 你餘心何忍 我跟阿伯是沒有關係 不同黨 你懷疑黃國昌 不讓他關個二十三十年 我不敢說他心這麼壞 結果會這樣 我預測結果 那我跟他沒關係 我是普通朋友 我都認為他關可憐 那你們同黨 沒有阿伯 你沒有立委做 你還要這樣搞 我覺得不好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